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日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海南省的明洋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他们成功制造出全球最长的风电叶片 长度达到了惊人的143米 这个巨型风电叶片不仅能抵御超强台风 还能大幅提升风电发电效能 真是令人惊叹的技术突破呀 接下来 我们转向手机市场 Vivo刚刚发布了他们的最新系列 Vivo S19 这次的新品不仅配备了全系超博蓝海电池 还拥有强大的AI技术和影棚级变焦柔光环 价格从2499元起 真是物超所值 最后 我们来看看腾讯的新动态 腾讯基于会员大模型的APP腾讯元宝正式上线了 这款APP提供了AI搜索 AI总结和AI写作等功能 还能创建个人智能体 真是未来感十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心社 在风电领域 中国近年来屡创世界纪录 海南近日成功制造出全球最长的风电叶片 长达143米 记者探访了海南省东方市的明样智慧 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制造基地 了解到这款代号为MySE292的超大型风电叶片 其风轮直径为292米 扫风面积超过6.6万平方米 相当于9.4个标准足球场 叶片采用了航空科技领域的 气动弹性剪裁技术 使其在增加长度和柔性的同时 降低了最大寿风载荷 能够抵御高达17级的超强台风 制造过程中使用了 环氧树枝 玻璃纤维 碳纤维 PVC泡沫和清制木材 巴沙木等材料 整体叶片比同级别叶片轻 10% 从模具清理到打磨涂装 制作一片MySE292叶片 大约耗时25天 涉及约250名工人 该叶片通过测试后 将安装在明洋自主研制的 MySE18X20MW主机上 单套机组全年发电量 可达8000万度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6万吨 随着全球可载生能源需求的增长 海南正致力于发展海上风电产业 预计未来还将有更长的 风电叶片记录诞生 腾讯 5月30日 腾讯基于会员大模型的APP腾讯元宝 正式上线 提供AI搜索 AI总结 AI写作等功能 并新增创建个人智能体等玩法 用户可通过苹果应用商店 和会员官网下载体验 元宝支持上传最多10个 PDF Word Text等格式的文档 解析多个微信公众号链接和网址 支持256K上下文 在AI写作方面 元宝支持多伦问答 并将对话内容整理成报告 用户还可创建个人专属智能体 近期元宝将推出腾讯新闻歌和庆余年主题等特色智能体 尽管大模型应用竞争激烈 腾讯表现相对佛系 认为现阶段大模型TOC产品的渗透率不到1% 先发优势微不足道 刘玉宏表示 腾讯内部已有超600个业务级场景 接入腾讯混员 调用量早已超过2亿 偏 腾讯希望通过大模型满足内部需求 并创造价值 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大模型TOC的破圈产品将在下半年出现 腾讯凭借其强大的产品和工程能力 依然具备很大的发展潜力 腾讯 这几天 全网都在热议霸总的保姆 王妈 王妈 是短视频博主七颗星星打造的系列内容 重生之我在霸总短剧里 当保姆里的一个角色 因不断输出打工人吐槽 被奉为打工人最强嘴T而走红 然而 王妈所属公司被曝周末单双修 试用期不缴社保等问题 不仅王妈被指被器具里的打工人认设 也让七颗星星及其背后的团队受到质疑 王妈的火 不仅反映了观众对于同质化的霸总短剧内容的厌倦 也源于其具有一定意义的批判性内容 以搞笑的方式 展现出日常职场中的不公与反抗 于是 当王妈成了自己批判的内容的反面时 就形成了激烈的情感对冲 踩中了雷点 网友们纷纷感慨原来我才是王妈 也把被刺打工人的王妈架上了舆论的浪奸 网易 根据彭博社的马克 国尔曼发现了一份招聘 苹果的TV应用未来可能会在Android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登录 苹果正在寻找一名高级Android软件工程师加入Apple TV应用团队 这位工程师的任务是领导数百万人用来观看和发现电视和体育节目的应用开发 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苹果计划让其TV应用在Android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使用 有了Apple TV应用 Android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将有一种更方便的方式访问Apple TV家流媒体服务 而不是不得不依赖网页上的TVApple.com 苹果已经在Android电视设备上提供了这款TV应用 包括搭载Google TV的Chromecast 但没有在主要的Android平台上提供 网易 早在2007年就已进军电商服务市场的保存电商 目前仍深陷亏损泥潭 保存电商日前公布的财报 披露了其最新一个季度的财务情况 今年第一季度 保存电商营收同比增长4.9%至19.8亿元 但同期保存电商路德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6663.7万元 这也是保存电商连续第11个季度深陷亏损泥潮 保存电商发展初期靠电商代运营业务发家 曾经风光无限 为了扭转局面 保存电商在去年2月豪质重金将Gap大中华区的业务收入囊中 目标是三年后实现扭亏为盈 然而 今年第一季度 品牌管理板块尚未实现盈利 第一季度 该板块的经调整经营损失为2930.3万元 尽管保存电商的电商业务实现了一定的增长 其品牌管理业务仍面临巨大挑战 未来能否实现扭亏为盈 还有待观察 新华社日内娃5月30日电 记者张兆青 曾燕 在瑞士日内娃举行的2024年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拉开帷幕 汇聚了来自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 专家学者和行业领袖 共同探讨人工智能 在教育 健康 通信 金融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应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视频致辞中强调 人工智能具有改变世界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但必须减少偏见和安全威胁 确保其安全 包容和可及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多林 波格丹 马丁泽指出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存在分裂风险 呼吁建立统一的人工智能标准框架 峰会由国际电信联盟 与40个联合国伙伴机构合伴 吸引了包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华为 中兴 小米等在内的多个中国组织和企业参与 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30日电 记者蒋超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通过巴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 祝贺中国成功发射巴基斯坦多任务通信卫星 称此次发射标志着巴基斯坦太空 与通信能力的重大进步 展示了国家的科技实力和未来光明前景 夏巴兹表示 此次发射的多任务通信卫星拥有先进的通信技术 将为巴基斯坦提供快速的互联网设施 改善人民生活 促进电子商务和网上政务的发展 他特别感谢所有参与此次任务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 期待巴基斯坦在太空与通信技术领域取得更大成功 北京时间5月30日20世事2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已运载火箭 成功将巴基斯坦多任务通信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快科技5月30日消息 中国联通APP公告显示 自2024年6月12日起 中国联通将停止在线上办理5G通信壳业务 此前 数元科技曾为华为P50、P60和Mate50系列推出5G通信壳 使这些手机在特殊时期也能使用5G网络 以Mate50系列通信壳为例 可体内搭载了紫光展锐UDX7105G芯片 支持5GSA组网 提供高达1.9000Mbps每秒的下行速率和750Mbps每秒的上行速率 通过ESIM服务实现物理5G外挂 4G手机可以秒变5G手机 不过 由于华为在Mate60系列已经解决了芯片和5G的问题 5G通信壳的使命也自然终结 快科技5月30日消息 华为在最近的夏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推出了一款备受关注的配件 华为全能充磁系移动电源 这款移动电源容量为5000毫安时 厚度仅11.26毫米 重量约141克 轻薄便携 适用于华为Pora70系列和Mate60系列等多款机型 它支持三种充电模式 包括15W无线快充 25W有线快充 和35W无线底座充电模式 此外 这款移动电源还具有便携式隐藏支架设计 方便在桌面上树立或横放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机型需要搭配磁吸手机壳 才能使用这款移动电源 iPhone 1230 45系列同样试用 快科技5月30日消息 华为Pora70系列在推出一个多月后迎来了渠道降价 最高优惠可达1000元 其中 Pora70 Ultra 1TB降至9999元 Pora70 Pro加1TB和512G分别降至8199元和7599元 此次降价反映了Pora70系列备货充足 生产问题已完全解决 芯片等零部件供应充足 不会再出现规模性缺货的情况 据此前拆解数据显示 Pora70系列除最高端机型外 其余机型超过90%的关键零组件 均由大陆企业供应 距离100%全国产化 仅差一步 这也说明 华为的国产供应链已非常完善 为未来实现全国产打下坚实基础 快科技5月30日消息 Vivo在S19系列发布会上 推出了新款智能手表 VivoWatch GT 这是Vivo首款方形智能手表 它采用1.85英寸超大屏 四边为2.5D弧面玻璃 配备金属中矿 机身重量仅有33克 并提供软胶和真皮等多种表带选择 VivoWatch GT搭载自研的蓝盒操作系统 支持AI速记功能和AI智慧视窗 可以将打车 登机口等形成信息 直接显示在表盘顶端 非常方便查看通知信息 手表支持ESIM独立通信 最长可实现21天蓝牙续航 拥有多种健康检测功能 和100多种运动模式检测 价格方面 软胶表带售价799元 真皮表带899元 首发可优惠30元 网易 在5月30日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透露 商务部将尽快出台政策举措 推进海外仓建设 赋能产业发展 加大主体培育 加强交流借鉴 营造良好环境等四方面工作 近年来 我国跨境电商与海外仓等新型外贸基础设施 协同联动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2024年一季度 跨境电商进出口达到5776亿元 增长9.6% 目前 全国跨境电商主体已超过12万家 跨境电商产业园区超过1000个 建设海外仓超过2500个 总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米 下一步 商务部将依托165个跨境电商综市区 结合各地的产业禀赋和区位优势 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 并加强典型案例和经验交流 提升行业自律水平 积极参与国际多双边合作 北京商报 海外仓作为跨境电商领域的一项创新物流解决方案 被称为前置仓 具有减少卖家成本 改善消费者体验 提高物流效率等多重优势 近年来 海外仓模式在中国B2C跨境电商物流解决方案中 被广泛应用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 地方政府也在支持跨境电商的海外仓建设 例如上海支持共建共享海外仓 鼓励中小微企业租用海外仓抱团出海 自2022年9月 Timmyu推出全托管模式以来 越来越多的跨境电商平台 如TikTok Shan AliExpress等 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海外仓不仅能有效管理供应链风险 还在地缘政治事件影响下 保护了供应链的稳定性 市场研究机构弗洛斯特·沙利文的数据显示 从2018年到2023年 采用海外仓模式的中国B2C出口电商物流解决方案 市场规模激增 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3870亿元 腾讯 Auto Reno 12系列 不仅在颜值和影像能力上表现出色 还带来了性能的显著提升 搭载了天机双子星 Reno 12标准版 配备天机8250星速版 而Reno 12 Pro则搭载天机9200加星速版 这两款芯片在原版基础上进行了游戏优化 带来更低功耗 更高帧率和更优化质的游戏体验 例如 Reno 12 Pro支持王者荣耀的120帧模式下的极致画质 且功耗降低了12% 此外 Reno 12系列还具备相当轻薄的设计和5000mAh的大电池容量 性能与便携性兼具 5月31日 Auto Reno 12系列将正式开售 售价仅需2699元起 同时还有诸多首发优惠 值得期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